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出大学生到开发中国家 从事农艺、医疗、慰教等服务新工作 当时称为和藤军 这是大学生最早的服务学习起源 台湾从2008年开始鼓励学生走出校园 教育部鼓励大专院校将课程结合社区服务 深化服务学习内涵 50年来这院服务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当志工应有什么样的态度 今天除夕夜 我们一起来回顾年轻人怎么面对考验 服务学习这一课 起码是一个开端 就是会让人去做 但是当然到底它的效度如何 就是它的成效 可不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去做服务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毕竟政府花钱在我们身上 或者这个社会花很多资源在我们身上 我们本来就必要求鬼 我觉得这个可以不需要 因为这样变得好像是一个很自私的事情 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都是抱持着 就是敷衍的心态 对 因为这是 算是学校的一门必修课 服务成为一门必修课 对台大的陈又为来说 原本也想草草修完 但却因为服务的对象 改变了他的态度 陈又为 大家眼中的高材生 考上第一志愿台大电机器之后 忽然没有了努力的目标 因此沉迷在线上游戏 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其实以前就只念书 就只为了考上所有的好学校 然后进了之后 其实就反而也不知道做什么 就不知道学这些东西到底是要干嘛 就本来就只是虎口饭思的感觉 沉迷于网路的他 因为服务学习课程的要求 加入了台大山辐社 像这句话呢 李敬于未来之前 法师理人之后 等一下 这个太难了啦 你这样闻一闻 讲的时候要用小孩的语言 他听不懂了 好 再来一次 台大山辐社成立于1973年 当时正值年轻人 百万小时奉献运动的发起 希望号召大学生奉献一些读书时间 从事服务工作 台大山辐社选择了南恒的台东县 台端乡 帮助偏乡学童开拓视野 四十年来不曾改变 声明了这些很珍贵的友谊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 能够把这些很感动的这些 精神跟这个珍贵的友谊 能够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学生 走进海拔两千六百公尺的乌鲁村 又为被部落孩子的单纯热情打动了 他开始正视自己的价值 这一拳叫做六合拳 你先把手这样子拉回来 你们手要放在腰这里 然后你就这样拉回来的时候 腰那个要吸吸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是比他们更好的 就只是因为我只是带了一些知识给他们 可是就他们好像我老师同时 我就知道他们都会用来当一个模范 然后就是会自然的想要把自己的 言行举止给那个做好 然后就是给小朋友做一个榜样这样子 小朋友这样跟你说 他才要去台下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 蛮欣慰的啦 而且就是 小朋友既然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意愿 愿意就是 那个继续学习下去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更多帮助 他以前因为沉迷这个电脑网路 所以可能很多功课都有一点松懈了 那他参加这个活动以后 他跟我讲说 老师我觉得 我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大人 但是如果我自己这个学得不扎实 我怎么帮助别人 等一下 等一下 有我 就在跟小朋友附众中 就是小朋友对我们的情感就是很深 然后就就是因为双向的就是我们的话就 也得到了很大的感动 然后就变成了有一种承诺就是 决定要下次要再来 然后就就好像就是这样一步发展下去 我们在不同的方向 有星星的晚上 让我想到你 为了遵守与孩子们的承诺 又为连续三年都到台东服务 并努力充实自己 希望将来拥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你知道学得就要回去了吗 那你会不会 舍不得 不会 对 他舍不得你宴姐姐而已 是哦 我爱你内内 感谢内内教我功夫 我祝福你健健康康 加油把哥练好 你会想做国际志工吗 有想过 有想过 为什么 就是可以拓展自己的视野 因为 我本来就很想要 出国去比较偏远 就像非洲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国际志工 是一件有点吊诡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是 大部分人只是要满足自己 某一种去当国际志工的感觉 或是想要出去见见市面的感觉 我原本只想要去那边 找了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可能想说 去印度好像很厉害 可是后来 到我真的去的时候 才发现说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国际志工真的能够为当地人 带来帮助或改变吗 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台大毕业的术育 有很大的体会 现在我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待会要达乘7.45分的班机 前往坚持在仙利市 就是我三个半小时的航程 终于来到了仙利机场 那现在外面气温37度 非常的燥热 但是还是很开心 也很期待这一次的行程 朱韵是礼物公民的创办人之一 第一次来到柬埔寨时 拉肚子拉了五天 当地不仅贫穷 更缺乏干净的饮用水 像是这位程西方 靠着在街上卖水果 一天两美元 又养活一家七口人 不稳定的生活 因为水泥带包包而有了转机 当地设计师Blee 过用像是Chang Sivang这样的妇女 将柬埔寨路边丢弃的水泥带 设计成包包贩卖 这个妇女我第一次没有看到 发现她的右手就是 就是没有手掌 对 其实她生来就只有到手腕 看到当地的贫苦 朱韵决定成为高尾城的伙伴 将水泥带包包引进台湾 创立了礼物公民品牌 除了协助柬埔寨妇女 有稳定的收入 也希望这些妇女的生命故事 激励购买包包的消费者 因为我们的品牌名字叫 李务公民 那李务公民的意思是说 希望透过一个很有趣的商品 来带给大家的生活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当你买这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送你一张 这个我们设计师的名片卡 像这个设计师她六十四 没想到这些妇女的生命故事 先改变了原本只是想到处旅行的树域 他们就在比剩下空白的区域 然后虽然我听不懂高尾年语 可是他们的意思好像就是说 就是有一天这里会被拼买 那也其实这一幕短暂的几秒几十秒 可是让我就是更坚定的说 我们做这样的简单的动作 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改变跟影响 而且也让我坚定要继续坚持这件事情 Hello 台湾 I am Srinin I am 16 years old I live at Pung Trapiak I am Srinin I am 19 years old We learn English at school We assign them back to study support to the mummy I would dream I want to be the teacher for people like me I am still young but I believe I can do my dream 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 舒逸走进物质贫乏的世界 探见了心灵的丰足 他写给自己 擁有的少快乐的多这句话 实时提醒自己说 就是我的生活就是已经很好了 其实应该要记得自己是幸福 然后是快乐 因为我们发现到现在的年纪人都觉得说 做好事很难耶 我没有时间我没有钱 可是那时候你想要做好事太崇高了 要有益之后人生规划 或是对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方面 才会愿意花不仅是时间 然后还有金钱在上面 会吧 不行 就觉得值得啊 就总比花钱花时间我还该值得 偶尔牺牲价钱一座志工 或许多数人都可以做得到 但如果必须自己募款当志工 又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你可以支撑多久 简致明他一路走来 已经第五年了 第一年的时候 就是 大家对我们完全陌生 然后我们就四处募款 四处找钱 然后还有 还有人把我们当大贡献 钱不够 老师跟我讲 全部给我们要去卖鞋 对 第一个没有资源 没有钱 真的看到他手机 卡手机的 电信机卡电话 说 你们简致明的断信 哇 你怎么知道他要怎么办 我就比较快 就有那种事情 第一个在台南 你不知道吗 简致明就读 是 博士班 五年前开始推动 液竹理念 免费帮需要的人 盖房子 台东县 背南乡 富山国小 已经是他的第八个个案 太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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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会来找我们的 就是自己没有经费 就是自己没经费 然后找我们不外乎 就是小学的 学校的老师 校长 主任 或者是部落社区 第一发展协会的人 来找我们 富山国小 边临太平洋 人会受到台风侵袭 必须强化输入结构 知名打算自掏腰包 购买金属保养液 动力延长线 点焊机等器材 至少要花上几万块 幸好武经行的老板伸出援手 对 店员在教室 乳包、米乳 乳包、乳包、乳包 乳包、乳包 你待会买那天 那人会占到美省了 对啊 那些人看 我来照一台黑 拿来这样烧 这就不用钱了 看着下一代 真的是要好美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一坡未平一坡又挤 解決了錢的問題 卻發生了工程延宕 後來好不容易釘好的木板 又有兩厘米的誤差 只得拆掉重來 原本我們希望木頭 從青銀鋼這一段 我們可以凸十七公分 那現在遇到的狀況是 不同人定或者是在化位的時候 沒有做好準確 所以有些誤差 可能會有一公分 那所以最後我們就是決定 拆掉再重錠一次 兩準再重錠就可以 現在11點 大家在討論那個 17公分16公分 我覺得與其說 趕工要把它趕完 倒不如讓大家 又很精確的認知 就是我們即時差一公分 我們一公里 我們也要把它堵到 對我們才上去 自古以來 學衣的人 都可以四處去幫人家做疫診 那為什麼沒有 從事建築工作的人 在做這種免費的建築工作 建築工作者 不善良嗎 不是啊 知名對建築的熱情 有落從南投 台東 甚至延伸到國外的尼泊爾 前四年 卻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一開始我爸爸媽媽在 在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 反對 他們認為這件事情 我研究所畢業應該要進到 事務所 然後去事務所畫圖 然後賺錢 我有同學在大學當教授 專任教授 然後有在當建築師 然後有在當官 台北市都發局吧 就是一年 應該有百萬 那你現在的年收入多少 我現在的年收入 就是看著這群孩子快樂的長大 四處奔波 航母收入 還有爸媽的擔心 直到書屋落成這一天 終於有了解答 有一群人 離境長山 在此感謝交大一族的 大哥哥大姐姐們 謝謝你們在炎熱的夏天 幫我們建造 一間夢想中的書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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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到他就看說他們當地的 不管是小朋友啦 老師啦 校長啦 大家都這樣 都對著名的 都真的 我都覺得 做得有 這麼有 這麼有 因為現在來的 我都不斷 沒有反對 我現在全力來 繼續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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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每年 最期待的就是這一個時候 當我進來幫忙 杜洛宋 我發現我得到的 比我 拿到的 就是 那個錢 可能價值還更大 1961年3月13號 美國總統 甘奈迪 發佈了這項行政令 讓大學生 倒開發中國家 進行農務 改善供水 對抗疾病 等和平任務 那其實當時的 所有的國家服務 是希望他們到國外 去幫美國 做那種 有點像國民外交啦 所以 當然就成立一個 我們叫做 和平軍 叫Peace Corps 和平軍是最早的服務學習先驅 除了總統的行政令 教育家杜薇也倡導 大學生應該從做中學 並持續不斷 從此服務學習 在各個國家同國發展 半個世紀以來 從未國家推動和平外交 轉變到服務付出 關心環境等議題 當學生的使命感 一直沒有改變過 接著 就來看這位年輕人 張良依 這幾年來 極端氣候所造成的天災 都是百年一遇的空前災難 大雪 颶風 水患 每每帶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氣候難民 已經不是島國人民的專有名詞 而是每個人未來的命運 台灣不是一個島國嗎 如果台灣不做些什麼 不就是下一個 而且我們如果不喊些什麼 我們真的可能根本 連喊的機會都沒有 就直接拜拜 不希望台灣成為 下一個氣候難民的張良依 在2010年成立了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每天晚上10點 是他最忙碌的時刻 透過網路 串聯國內外的年輕人 希望在聯合國氣候會議當中 表達他們對氣候變遷的擔憂與訴求 我覺得重點是拍照 因為如果你到那個點 然後你沒有拍照的話 就沒有記錄 我覺得上次我們有 我覺得會需要有拍照 這樣才能夠即時的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那天有在做 然後回去網路上也可以做宣傳 常常忘記時間 因為他一開會就 忙就忘了 然後自己想睡覺 我就怕在那裡睡了 結果是凌晨三四點了 這樣 因為他在開會 他在跟國外的朋友開會 或者說為了什麼事情 在開會的時候 我不想打擾他 所以我覺得地址條最好 爸爸都說沒用 他一直常常睡在椅子上這樣子 所以 剛還是要繼續寫 對 還是要寫 為了參加201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張良一和其他七位年輕人 買便宜機票 睡機場 住便宜旅社 只為了能夠前往卡達 表達訴求 在會議前的國際青年記者會上 台灣的聲音很快就被聽到了 大家好 我是Ping Han 從台灣 台灣是在西洋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 沙龍的海 一個城市叫小林城 在江州 被燃破了 我當下覺得蠻難過的 尤其是講到 空派和氣候難民的時候 團隊的整個合作我覺得是 讓我真的很感動的地方 因為我們從青年會議開始參與 大家都做了很多貢獻 不只是我 那因為一開始 從前三天大家就看到 台灣年輕人就是很厲害喔 都有去貢獻 而且都有分享故事 然後就讓大家認識我們 知道我們是有做事 台灣年的努力終於被看到 2013年 將南伊獲選全球 將南伊獲選全球 為二的國際青年代表 作為全世界年輕人 面對聯合國氣候變化 鋼藥公約的秘書處 以及其他組織溝通的窗口 我要對得起自己 我要對得起我的小孩 之後我的小孩跟我說的時候 我要跟他講說 你爸有知道氣候變遷 我們也努力很多了 但最後可能很抱歉 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可是至少不會跟他說 很抱歉 那時候為了要賺錢 2013年初 張良伊更獨自一人 參與南極計畫 了解氣候變遷 對南極的衝擊 對良伊來說 成為國際青年代表 只是開始 他四處演講 將他在國際會議上 所看到的氣候議題 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希望帶動更多年輕人的力量 大家自己沒有所思 比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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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多一的상 比多戰 你珊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